各国钞票堆在箱子里堆得满满满 警方光是搬运这箱箱的钞票就花了不少力气 一张一张清点警方数钱数到手软 这些钞票竟然只是陈姓男子资产的冰山一角 光是在台北住家和台中的道场 陈姓男子手边现金就达到了四千多万元 原来陈姓男子以宗教名义从信徒身上取得财物 戴口罩身穿白袍双手上铐 他是63岁自称活佛转世的人波切陈姓男子 走在后头的妻子两人一起被警方移送 因为他被指控利用宗教敛财 金额高达了数亿元 我们进去之后都觉得有一种这样传销的性质 可是呢 他说他是活佛大活佛 去帮助人 这完全是在榨取大家的钱财 就欺骗了 前性男子打着宗教名号 以话术打动信徒 晃报年龄增加岁数 让信徒以为他助言有数活佛转世 从有信徒捐钱盖庙购买商品 可以消灾解饿 十几年来得手金额高达了五亿多元 陈姓男子信徒众多 遍布了全球 包含香港 泰国 大陆 台湾 远至欧洲 法国 他还曾在巴黎买一栋古堡 授封爵位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许多华侨也对他不陌生 自称活佛转世的陈姓男子 信徒高达了上万人 在调查期间 那也陆续接获到美国洛杉矶办事处 以及泰国警方来函 提供这个陈贤在当地的一些诈骗的情知 绝有诈骗案 陈姓男子日前以一百万元交保 目前无法取得联系 信徒相信宗教力量 没想到却是步入诈骗陷阱 数万名信徒苦苦的等 就是希望陈姓男子出面向大家说个明白 记者正人周林春风台北采访报导